月经是女性一个重要的生理现象 每个月的月经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的身体状况 因此月经又是女性健康的记录表 女性每月的月经量多少 月经期是否准确都反映着女性的健康问题 正常的月经周期性是平均经期在4到6天 月经量在20到80毫升 如果月经量少 以卫生巾的用量为标准 月经量少的人每个月月经周期里使用的卫生巾不到10片 月经量少是什么原因呢 月经量少的原因可能是受到子宫和卵巢的影响 或是身体中内分泌失调 也有可能是过度节食 脂肪量低影响到月经量 月经量少要怎么调理 一 经期注意防寒保暖 很多女性都是寒性体质 寒性体质除了痛经这一特征外 就是月经量不正常 想要改善寒性体质 要让自己处于一个温暖的状态 做好经期保暖 避免吃生冷的食物 尽量多喝一些热水 二 保持适量的体育锻炼 女性月经量少是筋血不足 也就是气血不足 想要改善这种筋血不足的情况 让气血得到增长 运动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运动会增强人体的血液循环 使气血运行通畅 让月经量达到正常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 月经期间不要运动 让身体休息下来 三 注意经期食补 想要改善月经量少的状况 还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来进行改善 在日常饮食中 要少吃一些寒性和良性的食物 可以多吃一些具有滋补功效的食材 对改善月经量少有不错的帮助 改善月经量少 可以吃一些什么呢 黑糖 黑糖具有温暖子宫 活络精血等功效 女性在生理期 用开水泡黑糖水饮用 有缓解痛筋的作用 而且相较于红糖来说 黑糖的浓度更高 质量也更好 月经量少的女性 不妨在经期泡黑糖水喝 能改善月经量少的情况 爱液 爱液具有调节体寒 疏通月经不调等功效 常喝爱液水 可以调理月经 调节体质虚寒 对女性身体有很大的益处 月经量少的女性 可以用爱液泡水喝 需要注意的是 泡的第一遍水不要喝 除了上述所说的这些 在经期 女性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 感谢您的词